我們就只需要把它蓋起來 好 今天鹽巴哥哥帶大家烤全機 但是我們不用烤箱 我們用紙箱 究竟紙箱要怎麼烤全機 但卻又不會燒起來 就讓鹽巴哥哥帶你一探究竟吧 首先呢 我們要找一個夠大紙箱 接著我們拿出我們的鋁箔 把整個紙箱用鋁箔全部都包起來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下一件事情呢 我們要開一些出風的洞 接著我們來加熱我們的木炭 等一下可以放到烤箱裡面去 我們在底下先鋪一個鐵塊 木炭要擺在裡面 接著有四個鋁罐 然後我們把它放在四個角落 我們就拿一個烤肉網 架在鋁罐上面 然後確定它是穩的 好的 那接下來最後呢 我們就是要放上我們的烤雞 那記得雞只要點調味 撒一點鹽巴 接著最後我們就要來放我們的烤雞 好 接下來我們就只需要把它蓋起來 然後拿膠袋 我們大概就在這邊等大概一個多小時 應該就可以開始聞到烤雞的香味 然後我們就會有美味的紙箱烤雞可以吃了 One hour later 好的 在一個小時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開箱我們今天做的烤雞 它非常的油亮多汁 然後皮非常的脆 好 那今天呢就來教大家怎麼做出這一支 紙箱烤雞吧 今天要準備的器材有 A4的紙箱 木炭樹顆 鋁箔紙 竹籤 鋁盤 噴燈 雞翅 好 那我們就來第一個步驟啦 首先呢我們要割這個紙箱 等一下我們要用這個做烤箱 然後我們裡面會放木炭 所以必須要開洞讓它有熱氣可以對流的地方 好 然後我們首先呢會在蓋子的下緣處呢 左右用湄公刀來刻洞 寬度大概是一公分的長條形 接著我們就需要在裡面鋪鋁箔啦 在鋪鋁箔的時候呢 我們要把烤箱給包起來 讓紙的地方不要露出來 這樣才不會被木炭燒掉 接著除了這個紙箱之外 還有它的蓋子也要 大概就是這樣子 因為這一面才會跟烤箱接觸 旁邊這邊是蓋子 所以不會碰到沒關係 剛剛大家還記得我們前面有開洞嘛對不對 但我們現在貼的鋁箔 它都被包起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要在這個洞口的地方 把鋁箔把它給切開 這個烤箱基本上就完成了 好的 那我們現在很快速的 我們就來到了室外可以烤肉空間啦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已經燒好的木炭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我們的烤箱裡面 接著就把我們鋁箔給卡上去 然後把它蓋起來 接著我們大概就要等到二十幾分鐘 我們就可以開始聞到烤雞的香味跑出來了 就像我們曬到陽光的時候 我們會感受到熱 這是因為遙遠的太陽透過光把熱隔空運送過來 而陽光中呢包含許許多多種光 而其中一種就是我們眼睛看不見的紅外光 而它呢是最主要運送熱的光 而這種運送熱的方式我們就稱為熱輻射 而回到實驗中我們可以發現 炭火只有微微的火光 但是我們卻能夠感受到高溫 這就是因為木炭發出大量看不見的紅外光 因此呢我們在紙箱內側 鋪上光滑的鋁箔紙 不但能夠阻擋大量的紅外光 與紙箱接觸 避免紙箱燒起來 還可以讓這些紅外光呢 反射回紙箱內 加熱紙箱內的食物 達到和烤箱相同的效果啦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烤箱裡面的溫度 現在是一百一十幾度的狀態 好 那我們即使經過二十分鐘才烤熟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現在長什麼樣子 好 大家可以看到有沒有 外表金黃 看起來帶有點淡淡的脆 然後外面還有點油光 它鼻子脆的耶 好 鼻子脆的耶 鼻子脆的耶 我看到你 我的眼神 鼻子脆的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